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麦子学院JSON入门第三课的内容 我是讲师吕之华 首先呢,看一下本课的思维道图 本课呢,是讲述如何把一个符合JSON语法规则的制服创转化成JavaSquade对象 主要讲述两种方法,一种是用这个EVO 另一种呢,是用JSON.pass 把一个符合JSON语法规则的制服创转化成JavaSquade对象 那么这个过程呢,称为解析 解析呢,是指将符合JSON语法规则的制服创转化成对象的过程 在前面的课程中提到 不同的编程语言呢,提供了它各自解析JSON制服创的方法 在这里呢,我们只强解JavaSquade中的解析方法 因为毕竟JSON这种数据格式呢,在JavaSquade中使用的是最多的 那其他编程语言像C、Java等等 它们也有相关的方法,它们的使用都是很简单的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 那么关于JavaSquade的解析呢 那主要有三种方式 那么第一种呢,是使用一个Evo 这个Evo的函数 那么然后呢,还有一种方法是使用这个JSON.Path 那Path呢,就是分析解析的意思了 然后还可以使用第三方的固 例如像这个JQuery之类的 还有其他的很多JavaSquade的这些个函数库 它都提供了解析JSON格式的方法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用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讲解这个Evo的使用方法 Evo这个函数呢,是 它是接受一个字符串作为参数 它的作用呢,就是把这个字符串直接作为一个JavaSquade的代码来执行 好,接下来我们来试着写一下这个使用Evo的一些形式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的内容是 在控制台输出 输出 假设输出Hello 然后用Evo解释 这个字符串,然后执行 那么我们看它会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知道这个字符串 它里面虽然有 是一个看起来像一个可以执行的语句 但是它是字符串 它是一个变量的值 所以它不是能够直接执行的 如果要把这个字符串直接执行的话 要把它作为参数传递给这一个Evo 传递给它之后 它就会把这一串当作是JavaSquade的代码来执行 好,我们来保存之后 在浏览区上运行一下 刷新 打开控制台 好,我们看到在控制台输出了一个Hello 这就是刚才我们 用Evo解析那一段字符串之后得到的结果 这个Evo呢 也能够解析Json的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是符合Json的语法规则的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 Json和JavaSquade是高度欠和的 但是呢 现在其实已经很少使用到Evo 这个来直接解析Json的字符串 如果你的浏览器的版本很旧的话 可能需要这个方法 那另外呢 这个Evo呢 其实是一个相对危险的函数 因为 你把一个可以执行的指令的字符串 传递给Evo 让它去解释字符串的话 这个字符串中很可能有 很多未知的因素 比如说它有比较危险的代码 有可能就是伤害的影响到这个用户的使用 那么这些未知因素有可能是 你不小心 开发人员不小心打进去的 也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人员 就是有特定的目的 他打进去的 那么这个Evo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 那么用它来解析Json的字符串呢 应该说是不太合适的 那么但是在这里作为学习 我们还要知道它还是也有这一种方法 而且有时候如果你对于那些版本非常旧的那些浏览器呢 它很多新的方法它不支持 所以它可能还不得不用这种方法 首先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一下 如何使用Evo来解析Json的字符串 好 我们首先写一个符合 Json语法规则的一个字符串 这是一个符合Json语法规则的字符串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一个对象复制给一个一个JavaSquid的一个变量 那么要把它变成字符串的形式复制给它 那么我们在这两边加一个单引号 它就变成了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字符串里面的这一串内容呢 是符合Json的语法规则的 那么这是一个符合Json语法规则的字符串 这两边呢用单引号框起来 我们前面说到 讲这个Json语法规则的时候说到 Json的这个值啊 它是不能够有单 它的这个字符串它是不能够有单引号的 但是JavaSquid的这个变量呢 它是可以有单引号的 那么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一个 这个字符串传到这一个Evil里面 作为参数传的里面 这里要注意有一个问题 要用这种方法传入 好我们把这一个它解析的结果复制给一个变量 好我们来浏览器刷新一下 好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就是刚才我们解析之后的结果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呢 这一个字符串前后加了一个括号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一个 Json的这一个字符串呢 它前后是由大括号来框起来的 如果你不 如果你直接放到Evil里面运行的话 它是当做一个代码块来执行 因为这个JavaScript是有这个大括号的 它是作为一个代码块 而不是一个变量值 如果你把它加一个这个括号之后呢 两元加括号呢 就把它强行变成了一个表达式 也就是它能作为一个值存在 那么这个值把这个值解析之后 返回 返回 返回给一个变量 OBJ 那么这个OBJ呢 就会成为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把它输出 就得到了刚才的结果 好 接下来我们讲解第二个方法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用 Json.pass 这个方法是 我们推荐使用的方式 现在呢 绝大多数的浏览器都已经支持了这个函数 那大家不用担心 好 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字符串 换成用 Json.pass 来解析 这个删除掉 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解析的结果 刷新 好 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那么说明它是解析是成功的 那如果我们这个字符串里面有不符合语法规则的 制符呢 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那假设呢 我们这一个 这个 age 前后没有加双条 我们知道这是不符合Json的语法规则的 来看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好 它报错了 那么这是说明 它是不符合的语法规则 它有不符合的语法规则 我们把它加回来 这个Json的pass呢 它主要一般来说使用 就像刚才那样使用就行了 仅就传入一个字符串 然后它就能够帮我们得到解析的结果 这个函数呢 它还有一个参数 这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接受它有两个参数 分别是name和value 当一个Json的字符串 如果你有设定了第二个参数 当你传入一个Json字符串之后 这个Json字符串中每一组的名称值对 名称值对是一个 是这一个 一个 基本的组成方式 Json的基本组成方式 每一个名称值对 都要调用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有返回值 返回值 会负责给当前的这个名称 好 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假设是方 有两个参数 刚才说到了 在这里面什么都不干 仅仅是将 在控制台输出 name 仅仅是把这个名称值对输出来 要注意 最后有一个很容易忘的 就是返回value 然后在这里呢 第二个参数 好 保存一下 那么这样呢 当 这一个 Json字符串传进来之后 每一组名称值对 都会调用这个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好 你看 在输出这个 转解析后的对象之前 输出了三行 字符串 那么分别是 前面两个很好理解 就是 我们 你那个 Json对象里面的 那两个名称值对 那么最后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其实就是最外层的 最外层的这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他没有名称 但是他有值 他的值就是这个对象本身 他值是对象本身 他没有名称 所以我们看到 冒号前面是 我们看到冒号前面是空的 好 那么像这样一个函数 他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他就是可以 比方说 假设我们 在解析 Json字符串的同时 希望就对 直接对某些数据进行处理的时候 这种时候就需要使用到 这一个函数 假设我们现在要 这么样处理 if 当 name等 等于 A级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value变成 14 那就是说 每一个名称值对都调用这个函数 当其中遇到 名称是A级的时候 把value变成14 然后再把这14返回给 这个age的名称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好 我们看到 这个age变成14 它就是说 在解析的同时 已经完成了一些处理 这个函数的作用 主要就是这一点 好 本课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希望同学们下去之后呢 用这个evo和 gson.pass 都试着来解析一下 这个 制服串 然后 分别把它们输出到控制台 那错 错误的形式也多 是几种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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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